好 民生話題我們來關注是連鎖滷肉飯品牌 胡鬚章又要調整了 因為他們表現面的疫情 原物料高漲還有原力薪資攀升等等因素 所以宣布了從二月一號起 這十款的便當 兩款甜點還有鴨蛋 都調漲一到五塊錢 平均漲幅大約是百分之五 業者強調除了說鴨蛋之外 其餘內用的單點成品是維持原價 特製滷肉零上熱騰騰白飯 靠著滷肉飯打響知名度的連鎖品牌 來胡鬚章 春太累計近70間門市 才剛過完農曆春節就宣布漲價消息 未來來到胡鬚章買便當 可能得多留意價格了 因為從二月一號開始 部分便當的價格最高可能會調漲五元 排骨入鍋炸到金黃 配上滷肉飯小菜 胡鬚章便當是不少外食族的選擇 但看看二月一號起調漲的品項 包括招牌 特起招牌 雞乳飯 雞肉飯 紅潮豆乳腿排 豬腳等十款便當 以及紅豆紫米粥 冰糖 鷹耳鹿 通通調漲五元 就連鴨蛋也得多收一塊錢 平均漲幅約5% 但是如果是男生 或者是他可能是個家庭 那可能那個價差就會差非常大 因為胡鬚章本來就是 價位沒有很便宜 所以應該還好 民眾話說的無奈 網友更是不領情 直呼已經夠貴 現在更貴 不只漲價連品質也變了 甚至有人開酸 應該證明為胡鬚章 或許曾配合政府動搶的胡鬚章 面對疫情後損失 加上原物料及人力薪資高漲 成了年後第一家宣布漲價的殘影業者 記者綜合報導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李畢馬 雞 報禮 Honey